万里黄河第一坝小浪底到底有多壮观 您看这就是它一年一度的排水排沙作业 是不是大气磅礴气势恢复 小浪底大坝对于我们中国人到底有多重要 它的建成直接把黄河下游防洪标准 由60年一役直接提升到7年一役 历朝历代没有被解决掉的重大黄河问题 在当代基本被彻底解决 大浪到头小浪到底 这两岸高山紧固是黄河中下游最后一个 适合修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地方 事实证明我们中国人做到了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耗资300多亿 打破了三项世界纪录 六项中国纪录 解决了十项世界难题 让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千年梦想都已实现 由于小浪底特殊的扰沙排鱼设计 2003年运行至今 下游河床平均下降了三米 很多岩碱地也被改良成了万亩良田 同时这里安装了六台三十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 平均每年发电量高达58.5亿度 奔腾的黄河水变成了清洁绿色的能源 连接了千家万户 照亮了万家灯火